生命记第27章 在这一章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问题是 进入应许之地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面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 当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过了约旦河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还有第二件事 然后呢跟他们讲说 如果违背神的律法的话 会受到什么样的咒诅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想一下 就是当你也进入神为你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当神回应了你的呼求祷告 进到新的产业的时候 比如说新的工作新的房子 或者是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 摩西呢就跟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就吩咐他们讲说 你们要遵守今天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 一过了约旦河 约旦河就是可以说是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地界 那你过了约旦河 你当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然后呢这个大石头用这个石灰就是水泥把它这个固定起来 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石头上面就要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这个石头上面 哇我们来想象一下就一进到应许之地过了约旦河 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几个大石头把它立起来 所以在当时来讲这个土地上面有个大石头 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地标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很重大的记号 这个记号呢就是在上面写下律法 所以我们看到进到应许之地啊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律法给设立起来 把神的道高举起来 要尊容神的话语 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做什么事情 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根基作为首要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亨通 这样子我们的产业才不会失去 而是在这个产业上面 在这个应许上面能够长久 那所以呢 这是我们看到 就是要在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要设立律法 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呢 常常会挂了一些经文 只有大的小的 有在墙上有在台上 有在洗手间 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些神的话语 常常我们一转身 就有这句话提醒我们了 有时候刚好神就借着这些话语 来向我们的心说话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有这样做 当然更重要就是 每天呢都要来读圣经 要常常有机会就默想神的话语 当我们有常常充满着神的话语 设立神的法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应许之地 在我们的产业上面享受 也能够长久 能够为主多结果子了 好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进到应许之地 第二件事情呢 在第四节里面讲的说 在以巴露山上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曼上石灰 然后呢 在那里呢 要筑一座石坛 在这个石坛呢 就是作为一个祭坛 要来献凡祭给耶和华你的神 献平安祭 在那里吃 在神的面前欢乐 所以呢 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筑祭坛 筑祭坛献祭物给神 献祭物给神呢 可以是我们的感恩的祭 赞美的祭 我们敬拜的祭 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如相 陈列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举手祈求 如献晚祭 所以呢 在我们的应许之地上面 我们要建立祭坛 可能是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要家庭祭坛 在我们的职场 办公室里面 我们要建立职场祭坛 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我们要建立校园祭坛 怎么样建立祭坛呢 就是 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 然后呢 同心合意的在那个地方来祷告 来敬拜神 感恩赞美神 寻求神 那里就是神的祭坛 比如说在 办公室里面 几个基督徒 两三个人在一起 就约时间 一个礼拜一次 午餐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 祷告 一起来 感恩 彼此的鼓励 并且是为 自己的办公室 来祝福 来祷告 并且 要来为成品 做预备 这样子呢 就带下神的国 神的同在 让您所做的 就更加的纷通 而且在 职场里面 为主来做 美好的见证 能够带人 做主门徒 所以我们读人 到什么样的职场 到什么校园里面 到什么社区里面 其实都是神 拆派我们到那个地方 让我们在那个地方 为神设立祭坛 带下神的同在 神的国 并且能够扩展神的国 来带门徒 所以我们要建立祭坛 这是我们到应许之地的 第二件事情 那我非常鼓励大家 都能够在家里面 要建立家庭祭坛 这个Family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也就是说 当家人 能够一起祷告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分散了 就不会分开了 所以呢 感情要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的心灵 能够合在一起 愿主祝福 你的家庭祭坛 还没有家庭祭坛的 要建立起来 只要两三个人就可以了 没有建立起 已经建立起来的呢 可以越发的 这个有神的恩高 以及国效 然后呢 接着就讲到 在第九节里面 讲到说 摩西 来跟众人说 以色列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 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所以我们看到 就反复的就是说 你们就是要听神的话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了 你就是神的百姓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孩子 这位神的孩子 我们呢 是属于他的 他是我们的主 他的道 已经传给我们了 这是最宝贵的 是最有智慧的 是让我们那个 亨通顺利的 所以呢 我们要珍惜神的道 作为他的百姓 首先呢 就一定要 看重他的道 遵守他的道 把他道当作是 首先的 愿主帮助我们 无论在家里 在职场 在校园里面 都能够 首先建立他的道 再建立他的祭坛 带下他的同在 实行他的法则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亨通 也能够为主 有美好的见证 为主结果子了 感谢主 祝福你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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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